哈喽Doctor 其实会有什么样的症状 该怎么治疗 我们今天特别要连线访问的是 阳明医学大学部设宜兰医院小儿科的阮建章阮医师 阮医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阮医师我先请您帮我们讲一下 就是这个儿童先天性心脏病 最常见的大概有哪些情况 那比较严重的是哪一种 是的 儿童先天性心脏病 依据这个心脏的缺损情况 我们大致上可以分为很多大类的 那最常见的呢 其实我们国内的统计是心室中格缺损 那这一类的心脏病最主要是心脏有一个破洞 那学医会从含养量高的左心室流到右心室 那这一类小孩子通常来说 有可能会出现肺高压跟心脏衰竭的情况 对 那至于说比较严重的部分 其实先天性心脏病的种类相当的多了 那即使是诊断相同的名称 但是因为缺损的大小部位不同 其实也有严重程度的不同 不过有一部分的先天性性症病 可能宝宝在出生之后 如果没有发现 可能在数天或数周之内就会死亡 那这些比较少见 对 那比如说主动脉的一个先天狭窄 大血管的转位 这些都是比较罕见 但是也相对的相当严重 那我再问一下软医师 这个小朋友一出生 不是都会有一个新生儿的一个简单的健康检查 健康筛检吗 像这种您刚才讲的比较常见的心室中隔缺损 或者是有人说是心房中隔也会有缺损 甚至于是主动脉这边的问题 是不是在新生儿健康检查中就可以查出来呢 很好 就是宝宝在出生之后 其实我们的医护人员都会依据宝宝 他是不是有心大音 唇色膚色 还有他的血液中的氧气浓度是否正常 来评估说他有没有可能有心脏的问题 当然更仔细的观察 宝宝的呼吸心跳 还有胃食的情况 也可以反映出心脏是不是有问题 所以确实有些新生上病 是可以靠这些理学检查就发现的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心室中隔缺损 但是如果说它是一个比较没有心大音的心脏病 那确实必须靠进一步的心脏超音波 或者是心电图的配合检查才有办法诊断 是 那这个先天性心脏病 它有没有一个遗传性 大家爸爸妈妈常常会问到这个问题 其实目前医学已经相当的进步 不过有90%以上的先天性心脏病 其实还没有办法找到特定的原因 那目前有可能是认为是环境跟一些遗传因素 都有可能造成 比如说母亲在怀孕的早期 是不是有接受到放射线的暴露 那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病毒感染 甚至母亲服用了一些药物会致肌胎 导致胎儿畸形 那加上高龄产妇啦 或是宝宝本身的基因突变 这些确实有可能 不过往往我们是希望爸爸妈妈 如果有生下这样子的一个心脏病宝宝 千万不要一味的怪罪对方 因为其实啊 或者是自责也不好 对对自责其实也不太好 对因为其实就是并不是真的说 一定都照顾的运程照顾的很好 就一定没事 有时候是宝宝本身基因的小缺陷而引起的 那跟早产有没有关系 其实目前在早产的这个部分 比较容易会出现的就是所谓的 肺的问题 对对肺的问题 那心脏的部分就是存开性动脉导管 所以其他比较罕见的像法洛斯四合症 或者是一些更少见的这个 我们讲的就是大血管转位 这个其实就跟早产没有绝对的关系 是您刚才讲到说比较常见的是 心室中隔的这个缺损 那我以前也听人家讲过说 如果说这个缺损的一点点小动作 它有的时候会自己合起来 这是真的吗 还是说 其实这个必须要做进一步的治疗呢 没错 其实我们心室中隔缺损有一些位置 我们叫做第二型的模型的心室中隔缺损 还有第四型的肌肉型的心室中隔缺损 它如果动不大 是有可能会自经愈合的 所以往往我们在发现的时候 小朋友其实还小 我们并不会很积极 或是马上要去把这个洞关闭 所以我们都会先做检查观察 让小朋友在一个适当的内科治疗下面 让他稳定的成长 让他自行有愈合的机会 是 我想问一下阮医生 也有人跟我说 说小孩子其实刚出生的时候 他有没有心杂音 你不太容易听得出来 随着他长大以后 他的如果说心脏真的有问题 他会有一些症状出现 那我就想请教您刚才提到的 唇色 肤色 呼吸等等 如果说他可能有心脏方面的异常 他在唇色 肤色上面 会有什么样跟一般宝宝不一样的地方 好 OK 其实先天性心脏病有一部分 他会发现小宝宝 他的唇色 肤色 会有一点点偏紫或偏蓝的情况 那在医学上 我们这叫发干现象 对 那这些心脏病的孩子 通常你会发现 他呼吸会比较容易快 而呼吸急促 那喂食的时候 也会觉得他好像喝的奶量比较少 然后喂的时间 要花比较长的时间 甚至他在纯粹喝奶的情况之下 就容易流汗 所以这类是我们的如果 宝宝在一出生并没有发现有心杂音 但是父母亲在家里照顾上 有发现这些状况 是建议带来我们小儿心脏科的门诊 请医师来做协助做诊断 是 阮医师如果说小孩子在哭的时候 这个脸色通红啊 或者是嘴唇变得比较紫 这是不是也反映出心脏有问题呢 基本上在哭闹的时候 有些孩子他确实会导致呼吸中止 那有可能唇色就会变 但是往往这类的孩子 就是在哭闹停住之后 他的唇色可能就会正常 不过长时间的这个哭 然后会造成唇色的变化 如果小朋友是怎么讲 就是还有合并 就是喂食困难的话 我们还是建议带来的医院嘛 所以其实呼吸跟心脏 这两个部分都有可能让唇色改变 那至于说是肺部的问题 还是心脏问题 就必须进一步检查 好 如果说一旦我们怀疑说 这个小宝宝 他可能有心脏方面的问题的话 通常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 会有要比较侵入性的检查吗 初步的话我们会建议 就是要做一个心电图 还有心脏超运波 那这两个检查 算是一个非侵入性的检查 小朋友大概都可以配合协助做 那如果说这些检查 还没有办法确定 相应可能的问题的话 接下来就会安排 所谓的电脑断层扫描 或者是进一步的 辞证摄影扫描 是 相对如果说 有刚才您讲的 这个心室中隔缺损 或者是心房中隔的这个缺损 那通常说 我们要到积极治疗 这个观察期大概有多长 在宝宝什么年龄层 我们就可以确定说 必须要做比较积极的治疗了呢 好 很好 其实以心房中隔缺损来说 因为心房中隔缺损 其实它分有四种 那我们第二型是最常见的 所以这些心房中隔缺损的大小 如果是小于四厘米的话 通常来说 它非常有机会自己关闭 我们就不需要额外去担心它 那如果是比较偏大 超过八厘米的话 那通常来说 它有可能就是 出生到长大都不会关闭 那我们会考虑是不是要进行一些心导管手术 来放置关闭器 来关闭它 不过通常会考虑体重跟年龄 如果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心导管手术 我们是希望小孩子在两岁以上 体重能够在十公斤以上 对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做手术相对的比较安全 不过有些情况会可能没有办法让 比较急 对 会比较急 对 就是如果他的心房中隔大到造成小朋友心脏已经扩大了 那肺部的压力也上升了 或者是小朋友平常活动的体力已经是变得童年龄层 比童年龄层更弱 或者是出现一些比较少见的这个不明原因的脑缺血或脑中风的状况 那我们会建议就提早做这个手术 小朋友也会脑中风啊 非常少见 非常少见 但是还是不能排除说有这个可能 是 就是因为这个有一个破洞 那血栓会从这个破洞跑到脑部 是 那您刚才讲到说这个两岁以上 十公斤以上做心导管手术 是 那这个可是这个年龄的孩子 说的两岁你其实到他完全长成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会不会说这个关闭器隔一阵子还要再换一个呢 其实目前应该是不会有这样子的状况的 对 不会随着孩子的成长说这个要换掉里面的关闭器吗 是 不会的 所以一次就OK了 原则上是这样 一次就可以把这个洞都关闭 那其实关闭之后这个洞通常来说就不会再扩大 那关闭器也不用再去置换它 是 先进去心脏病当中 最麻烦最危险的我常听人家讲说是所谓的法洛式四合症 那这种疾病它其实发生几率并不高 但是它致死率有多高 那宝宝如果真有这个问题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症状 OK 我们先说明一下法洛式四合症 最主要是有心脏的四个缺陷 那第一个就是右心是它的出口有狭窄的状况 对 那它的心是中隔有一个很大的波动 那再来第三个就是它的主动脉 其实是往右心做跨位 那第四个就是它心脏肥大 不过这些四个缺陷的状况 其实最前面最两个最严重 就是肺动脉狭窄 那因为肺动脉狭窄越严重 其实病人的死亡率就高 过去的研究是显示 如果法洛式四合症的小朋友 他不接受治疗 那他的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他累积的死亡率就会越高 一岁以内的死亡率可以在20%到30% 但如果是在10岁以内的死亡率 就会提升到70%到75%左右 所以原则上我们是希望 这类的小朋友能够在合适的时间 就安排接受所谓的手术治疗 那这个手术治疗是可以根据吗 还是说要经过很多次的这个治疗呢 慢慢随着它的成长做一些调整呢 其实手术治疗包含了完全矫正手术 还有一部分是分流手术 那这个还是必须看宝宝是不是法洛式四合症很严重 比如说有一种非常严重的法洛式四合症 它就是肺动脉完全是没有打开的 它是闭锁的状况 那这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做一次的完成矫正 完全矫正手术来做治疗 我们就会用其他的分流手术 那可能会做两次到三次之后 最后再找一个更合适的时间 再把它完全矫正过来 所以目前来说 如果孩子很幸运 并没有这么严重的状况来说 他接受一次手术 那术后目前我们国内的成功率相当高 百分之九十几的合同 都会在术后三十年四十年都很好 所以这个爸爸妈妈千万不要放弃希望 是的 真的是还是有机会的 那另外再问一下阮医师 阮医师我们通常 您刚才也讲到说两岁以上十公斤以上 这个才是比较适合动手术的时间 那在他等待做手术的这一段成长期间 父母亲在照顾这样有心脏 先天炎心脏病的小宝宝 有什么地方要特别注意的 其实我们在照顾宝宝身上 我们会希望爸爸妈妈 帮我们注意几个点 因为小朋友有心脏病 他们的呼吸心脚往往会比较快 那热量消耗的也会比较高 因此小朋友还是要摄取足够的热量 对 那我们会希望说宝宝尽量不要避免进出公共场所 怕感染吗 对 因为其实呼吸道的感染 或其他方面的感染 都会加重心脏的负担 那他们当然抵抗力也会比较小孩子弱一点点 所以 再来就是如果真的孩子感染发烧的话 因为体温变高 心跳会增加速度 心跳会增快 会增加氧气的消耗 那负担也会增加 所以发烧的情况来说 他们的处理原则会比其他正常的小孩子 更来得需要积极一些 所以就是一定要 这个千万是小感冒也不能轻忽就是了 是的 那他可以做一些运动吗 像很多父母都会带小朋友去 主题乐园玩一玩 或者是这个比较高一点的溜滑梯 这些他们可以吗 其实在于游玩这个部分 其实如果说小朋友 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心肢中格缺损 心肢中格缺损等等的 他只需要定期的追踪 那也不需要使用任何的 预防心脏衰竭的药物 那我想他跟平常孩子就是一般的活动 但是如果说他的心脏特殊 需要使用预防心脏衰竭的药物 那我们会比较建议就是 稍微不激烈的活动 比如说 跟小朋友在公园西系 然后玩玩当秋千 溜溜滑梯 这些其实是OK的 那比较不建议他参加什么跑步比赛 或参加什么球类竞赛这类的 就是需要这个大量耗养的 有养的这个比较剧烈的运动 还是要稍微避免一下 对 那这些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小朋友 他的成长发育会比一般的小朋友慢吗 的确就是心脏病童的生长方面 是我们小科常会被问到的问题 那过去的研究显示 其实如果小孩子有先天性脏病 将近五成他们的身高和体重的百分位 都会低于正常的孩子 对 那如果与这种发肝型的先天性心脏病 就是像法洛斯适合症 他们的身高跟体重都会受到影响的 那这个如果治疗好了以后 就会追上来吗 有机会 有机会 是 我还听人家讲说 这个有先天性心脏病的baby 你不能让他大哭 是真的不能让他大哭吗 因为很多妈妈就觉得说 一哭就抱将把孩子宠坏了 那是不是真的不能大哭 会有危险吗 其实啊 适当的哭闹 其实对于心脏的严重度 并不会增加 不过在发肝型的心脏病 其实我们小朋友 如果真的哭得很大力很久 那通常来说 也有可能会增加心脏缺氧的状况 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法洛斯适合症的宝宝 那他们有时候出现缺氧性的发肝 是发生在早上 听说早上特别容易发生是不是 是的 在过去研究 为什么 第一个是早起的时候 其实小朋友他整个呼吸跟心跳 都还没有 从睡眠中还没有适应到一个正常的状况 对 在清晨的时候天气也比较冷 对 那肺动脉的收缩情况会比较厉害 所以叫这样讲的话 连冬天都要特别小心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让孩子 就是太太冷太热的环境 对 好的 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只能跟杨敏医学大学 附设宜兰医院小儿科的 阮建章阮医师聊到这里 非常谢谢阮医师 告诉我们这么多专业的意见 谢谢阮医师 谢谢主持人 谢谢 谢谢